高雄这一名65岁的男子 在昨天打完莫德纳疫苗 傍晚的时候在家里跌倒 结果送医不治 那么他的太太呢 对于这样的消息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说 当初就跟他说不要打疫苗 结果呢 打了真的发生事情 来听看看太太怎么说 我说不要打好吗 我还跟他说不要打好吗 跟你打怎么我怎么过呢 你不要打 我跟他在一起结婚了四年多了 我们两个都很好 他们都知道 他对我好 我对他好 像他在家里 我们知道怎么过 那么老婆说 老公平时身体都相当的健康 昨天早上九点打完疫苗 说要到码头上班 那么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家里面 他说要换衣服 结果呢都没有出来 一打开门发现他跌倒 紧急的送医已经是来不及了 那么他说跟老公的感情相当的好 两个人都是第二度的婚姻 而且结婚十多年来 他的身体状况住了爬楼梯 会有一点喘 对于慢性命其实并不清楚 不过呢 对于是不是打疫苗而产生的不是 目前卫生局都要进一步的了解 也同样要解剖才能得知 而现在到底跟疫苗有没有关系 都还要再确认 谢谢大家